我们看到今天比赛 18轮的比赛 是啊 18轮 从一上来发动得非常快 整个人的精神面包 就跟打一场大赛 其实是一样的 好球 完全是气也比较盛 他体会的东西就比较深 是5比13 上海中心的就有许昕 上坤 这个 这个 这种球是5比13 这种球是3比13 4比13 他体的套路非常清楚 你包括刚才有几个球 我看都是 从拿了大满罐以后 包括近两年的成绩非常强 参加的这些活动比较多以后 它这个系统训练上稍微差一些 整体你看它今天在衔接上 你看就这种球 拼那种打力 拼力量 拼旋转的 是吧 你拼的是技巧 对 你看马龙也在寻求这些变化 你看那个直线 11比9 刘吉康上 刘吉康 马龙的这场比赛 现在马龙的是0比2落后 这是双方第三局 优秀的运动员 他在这方面的能力还是比较强 应该很冷静的 考虑好算准了 一是伤气 一是脏气 这球可以测 这球必须测 有的时候你发力了 但是你这个力量 对手就觉得很舒服 反手这个拧了 可以练吗 这个球 是可以练的 但是其实反手的 手上动作再漂亮 但是你位置跑错了 也不行 所以你看这个 所以他必须要重心先上去 这个球 一个是判断 还有一个脚下的 这一下移动要非常快 变住这个刘吉康的话 就会显得好一些 你看这个球你等一下 你等他一两个过头 他不就你 看到他那个状态 就是我们专业讲的话 他现在气力有点不够 对有点 基本上对方完全手就松了 对 你看这一局这个短球 因为今天刘吉康这球 打得非常严密 在衔接五位失误 你看他没有任何五位失误 握好被动 中远台对拉 他现在也确实正式发出 没什么太好的机会 侧切 防住 攻击康十比五 拿下了第四局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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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